许多国外观光客来台湾都喜欢坐计程车到处游玩 不过却经常遇到语言不通的情况 因此台北市交通局特别推出1999市民热线翻译服务 并且印制贴纸发送给各大计程车行和工会加强服务宣导 我们也跟研考会还有跟观传局合作 我们去推了一个1999的计程车通议服务 我们很清楚就是说台湾现在我们国际观光客一直在持续的成长 我们也希望国际观光客来到台湾它除了一般的大众运输公共运输之外 它应该要有个人导游的计程车的一些服务的话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通议的中心 这个通议我们现在在1999的网站头我们是有中英文的 另外韩文的部分的话我们是整合到观光局的网站来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呢 计程车司机也可以担任真的就有地培的角色 因为他们对这个城市是最清楚的 那我们后续也会对这个包括是计程车 这样观光计程车的一个服务平台 以及计程车司机的对于导游上面的培训的部分 我们也会做加强 另外公共运输处也整合了大都会卫星 台湾大车队和皇冠车队 并且和70名受过观光服务训练课程的司机 推出观光计程车收费标准 4小时以内每车2400元 4小时以后每增加1小时加收500元 那另外各车队他们目前也有推出一些特别 他们推荐的一些游程 那包括文化之旅还有游乐之旅 还有美景之旅 那分别是由我们台湾大车队跟皇冠大车队 还有大都会车队所提供 所以这些等于是让民众可以 如果他刚来台北比较不熟悉台北的状况 他可以利用这些推荐游程 让司机带领熟门的熟路的司机 带领这些游客可以去观赏整个游玩整个台北市 交通局表示无论是国内外游客 都可以到台北旅游网和台北好行 网路平台查询相关的资讯 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跟着小黄悠游台北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导 BB宽品120元每月888 送1200元还有21个高画质频道 WiFi无线环境免费时间管理 快打电话找BB